新任駐新加坡代表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江春男 日前在宣誓後 當晚酒駕引發批評 民進黨立委黃偉哲去說 可能是有人邀約 那小酒一下 喝酒超飆就不對了 那次我們還是建議 將來喝酒要失量 千萬不要像馬鷹酒一樣 喝了酒之後 要喝很多喔 沒有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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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的確是有點失態 不過酒家就是不對的行為 總統府也說是最不良的示範 國民黨立委也批 給民眾做了全民最不好的示範 尤其政務官還有民意的 我們自己都非常的警惕 像我酒量很好我都不敢客氣 非常不適當的一個示範 是不是因為這樣就做人員的更動 其實也不自宜